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我們聚財獻上 那由於我們的聚財獻上因為上次的六天的署展 所以有兩次沒有播出 不過因為這次的署展當中有很多的網友 跟作者一起來現場與我們互動 其中其實發生了還蠻多有趣的事情 那不曉得我們聚財的執行長有什麼看法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很高興 蠻久的時間沒有在網路上跟大家見面 那關於這次的書展 我們聚財資訊準備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包括邀請作者,然後會場的佈置 然後各種廠商種種的協調等等 包括後來的我們有17位作者到了現場 好像馬拉松市的這個這個座談簽書會 那聚財的每一位工作同仁都已經用盡最大的心力 及盡最大的努力 那我相信也有不少的網友 跟這個作家到我們的現場 那也許有讓跟我們打招呼 也許沒有 那不管怎樣我都感謝 每一位到我們這個聚財資訊 書展期間到聚財的攤位現場的每一位朋友 謝謝你們 那我想可能是因為這個 這個景氣的關係 其實這次書展的一些銷售種種 其實並沒有達到我們的預期 那我想這個可能是真的 來講跟前幾年那種多大多頭的情況 真的是有蠻大的差別 而且我們在現場 有發現有多就是路過的民眾 其實看到是股票的書 其實都是蠻不屑的 就是覺得可能 可能害他賠了很多錢 什麼之類的 但我相信 這個只是就是說 在這一段非常低迷的時候 如果是對於股票的 這一些相關的東西 不去接觸 這些人可能到了一個股票高峰 又會進來 所以我覺得 現在你就是在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或者是在上劇財王的朋友 我相信在這個 下一次的多頭來臨的時候 應該都有機會成為是最大的贏家 而且是下一次財富重分配的 勝利的一方 那我們這一次這個書展 有這個17位的作家到我們的現場 然後我個人也都 每一位我都陪同出席 那其實我個人是相當的感動 因為每一位作家都提早來 然後都在現場 跟這個讀者 互動完之後 有留在我們攤位上 再繼續跟私下 跟各位讀者做一些解答 以及互動的動作 那我們就持續在進行下一場活動 其實我個人非常感動 也非常感謝每一位作者 那有些作者呢 就是吸引得滿場爆滿的觀眾 可是因為我們的場地還是有限 因為書展其實真的租金相當昂貴 那在後面的朋友也許聽不大清楚 也許就離開了 那在此也真的很抱歉 那當然書展基金會這邊 對於聲音的大小也有所控制 那我可以體諒他們的這個苦心 但是 像我們旁邊有一些賣音樂的出版的 一些朋友 那他來限制我們聲音大小 其實我們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痛苦 不曉得要怎麼做才好 那我希望說 如果明年還有機會的話 這個各方面 包括我們在一些設計上 我們都還會陸續的再改進 希望可以呈現更好的一個 舒展的一個活動 給各位朋友 那我想要提的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呢 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製作這個 豐跟豐大跟挪威 的這個限量精裝書 各位可能可以看到 我前面這邊有兩本 那其實我特別要提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這兩本精裝書呢 是限量只有一千本 而且每一本書後面 都有一個序號 都有一個這個書的燙金編號 好 那就賣完就沒有了 那現在呢 在這兩個一個多月的 銷售的期間裡面 已經都已經賣了 六七成了 那剩下沒有兩三百本的書 那接下來呢 這個會舉辦這個北中南的這個 簽書座談會 也就是說買這個書的呢 可以跟這兩位作者呢 小人數的直接面對面來聊天 那我相信這個 除了書的本身內容相當好 而且書相當精美之外 我相信這個價值其實 已經遠遠勝於這個書籍的價格 那我覺得已經從二月二十八號就開始 會有這個北中南一連串 大概 北中南 就是各三週 總共連續六週的這個活動 即將要展開 那如果說還沒有購書的朋友呢 我覺得盡快啦 因為現在買書的話 其實我們好像本週就還有另外一個抽獎的活動 就是對編號可以這個跟豐大一起開盤 或者是跟羅威大家一起喝下午茶 那接下來就是北中南的這個活動 有很多活動 所以先買的其實這個價值 書的價值可以說非常非常的高 那也希望說大家可以到聚財網上訂購 謝謝 不過剛剛陳執行長 講的豐大跟羅威的一連串的 北中南座談活動以外 其實我有收到蠻多網友 悄悄話來問我說 我們今年三半年有什麼新書活動 像是歸也 或者說是自由人 FREEMAN等等的一些作者 好像有一些新書即將要出爐 那想要請教一下陳執行長這部分的問題 是喔 今年的新書 其實我個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那除了我們這個 其實我們去年底就有相當好的新書 像是羅威大的最後一 之前的那一本趨勢生命力 那還有這個 中國趨勢專家萬瑞軍萬大哥的 哇靠這就是中國 那後來還有那個郭公克郭大哥 這個跟FINANS168 TIVO168 合著的這一本 那個獵豹財務長 投資藏寶圖 這幾本書其實都在市場上 獲得相當的好評 那接下來的書呢 其實更精彩啦 我個人也是非常的期待 包括這個 我們三月多即將 下個月即將要出版的 王大哥龜爺的這個變臉 光聽這個名字就很令人期待 而且它封面是設計得很炫喔 我看起來都像是一本這個 驚悚小說的感覺喔 然後呢接下來呢 齁就更更更更更令人這個期待了 就是說我們同時在三月底跟四月多會出兩本台灣這個股市期貨從來沒有國內人寫過的一個內容 就是由自由人Freeman 他寫的一個期貨當沖的操作 那我過去我們看到一些期貨或者是當沖的一些書呢 其實都是很粗淺或簡單的介紹 或者是國外的一些作家所寫的 那我想自由人Freeman 這個 他在網路上 大家其實都可以看到他的對戰單 還有種種的這個 他對於這個當沖的操作一些心得 我想 他的技巧跟一些心態跟技術 其實無庸置疑 那他願意把這一些心情 或者是操作的一個手法 來寫在書裡面 我覺得真的是 其實也不能用感動來形容 基本上是相當偉大 那我有問過他說 那你寫的這樣子會不會擔心別人就學去了 那你就會有影響 那其實這些當沖的朋友 不只是自由人 其實我還認識幾個人 等一下我要提到一個股票的 他們都覺得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心情 除了技巧之外 技巧是可以練習的 你的速度是可以練習的 但是你的心態跟總統的調整 其實不是一朝一夕 或者是很簡單 或者是有的人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做到 我想大多數的人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做到 要如何克服那種心理的恐懼以及貪貪 貪婪 所以那個是需要長時間的累積 所以不是說他把一個內容寫出來了 那大家看完書了 就變成每個都是當沖高手 不可能 只是他把他的一些技巧跟心情 跟心態來與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是說 看書的朋友能夠 從中找到一些自己的一些訣竅 來走出自己該有的一些當沖的路子 那所以這個起貨當沖 超期待